大家好 我是赛品队长 不加图四壁也胡思乱想 咱们节目之前呢 先打几个广告 8月16、17、18三天 我有三场在山东的游学活动 16号下午呢 咱们去山东青岛的青岛山炮台 一战遗址博物馆 这是德国人修的要塞 也是一战当中唯一的东亚战场 那17号咱们去康有为故居 和德国总督官邸博物馆 这是17号上午 18号隆重介绍 这是一个全天的活动 上下午全天的活动 去威海流工岛 参观甲午战争纪念馆 海军工作 定远号纪念舰 还有英租威海博物馆这些 您肯定不需死刑 欢迎各位报名 各位在报名的时候 记住 16号是下午 17号是上午 18号是全天 这个别弄错了 这别弄错了 所以就是 各位注意这个安排时间 那咱们就山东见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咱们聊一个最近的话题 奥运会 奥运会即将开幕了 那么 奥运会呢 现在咱们一提起这个 可能是觉得它是不是不如以前好看了啊 或者其实早就觉得奥运会不如以前好看了 可能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觉得它没有06年的世界杯好看了啊 各位平心而论 各位平心而论08年奥运会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视察啊 啊 和那个中国队拿了多少多少块金牌有关系吗 好像没有 是不是更多人记住的就是菲尔普斯那八块金牌 什么博尔特连破世界纪录 还有那个梅西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降维打击 梅西那是能拿金球的人呢 那是当时是能拿金球的人 09年他不就拿金球了吗 08年他是以比较微弱的优势输给斯基罗了 然后他去提奥运会正当大之年提奥运会 真是降维打击啊 那 现在这奥运会呢 没什么人愿意办啊 他跟世界杯相比 世界杯那是抢着办呢 这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作为一个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 覆盖体育项目也是最多的体育政会 他似乎是正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而现在呢 奥运会影响力越来越弱 世界杯那边还在抢着办 按理来说 奥运会覆盖的体育内涵应该更胜于世界杯才对啊 那 原因那造成现在这个原因呢 也没有别的 就是举办奥运会这事啊 入不敷出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他被认为是 希腊后来陷入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之一 办这个欠了太多的债了 所以 思考这种困境啊 有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就是 究竟奥运会他最大的价值 他最值得的地方在于什么 啊 什么是他最大价值 我们经常听到两句话 一个是更高更快更强 一个是重赛参与 到底这两句话哪个才能代表奥运会呢啊 或者说是哪个才能更能反映出奥运精神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 对于其他的很多体育赛事来说 这是不存在的啊 比如你看世界杯足球赛 虽然说世界杯最近这几十年里啊 连续扩军 94年是24只盾 然后98年就扩到32了 未来可能26年还要扩到48个盾啊 虽然他的呃 参加世界杯比赛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世界杯从来就不会说重赞参与啊 重赞参与是什么 他是奥运会的政治正确 也是他脱后腿的主要原因啊 奥运会的特点是什么 大而全 他的体育项目有40种有50种 不乏其中就有一些平时就很少有人关注的冷门项目 那只有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才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一个国家呢 奥运会也允许一个国家的只参加自己擅长的那个项目 这个确实也也做到了全球广泛覆盖 确实体现了说奥运会啊 促进全球体育发展的这个目的啊 不过呢 奥运会归根结底 他毕竟还是需要有商业价值 他不是一个公益项目 所以举办奥运会就必须要考虑 他的投入产出比 举办地做出的巨大投入 必须要有相应的回报 至少说呃你能覆盖掉成本 这个模式才得以持续 但奥运会的项目 他在设立之初 他就是要覆盖所有项目 既然覆盖所有 就必须要照顾那些冷门的 体操 跳水 举重啊 这些没人看呢 那这些项目 参与这个呃 参与的运动员 是很多的 对吧 但是请注意啊 观众的人数可能未必有那么多呀 啊 那前段也说到了 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愿意看 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这个门庭弱势 也有呢 门可罗雀的 那足球比赛 收视率上市率啊 上座率高 你买票买不到 举重的项目呢 没人报名 白送票都不去 那么这些项目的举办 是不是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那这样的项目多了 花费的成本大了 就会减少奥运会的收入 另外呢 就是由于奥运会 他重在参与 所以他们更希望所有人都能成为运动员 这样 这场赛事呢 就一度与职业体育保持着一个高冷的态度 这个态度也是奥运会第一次大危机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他禁止职业足球运动员参赛 在奥运会上 这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啊 然后自从出现了足球俱乐部之后 奥组委就规定 应该是1912年就规定了 只允许业余球员参赛 因为他得重在参与嘛 你全是这职业队 全是职业球员参加的 那其他那些人他还玩不玩了 但是你怎么界定这业余球员呢 有一定的标准啊 你看那匈牙利 匈牙利那个球王普斯卡什 他还拿过奥运 他还参加过奥运会 还拿过金牌呢 莫斯科庄陆军足球队 他还以苏联队的身份去参赛呢 所以就是后来 这个关于参赛球员的资格 这个规则是几经修改 说是参加过上级奥运会的 参加过上级世界杯的 不许踢奥运会 然后后来又加了一条 说欧洲和南美洲的球员 只要是踢过世界杯 就不能再参加奥运会了 至于说亚洲非洲北美 他就不受这个限制 反正总的来说 都是要求业余的原则 然后一直到80年代 才做出改变 从88年才开始规定 说参加的球员 反正就不强调这个业余 还是职业了 但是只要求有三个人 作为超龄球员 超过23岁可以参加 其他人都得是小于23的 那这就是真的 终在参与了 对于那些业余运动员来说 这确实是毕生难忘啊 一个为国争光的经历 但是这样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参赛国 你不学匈牙利 不学苏联 玩暗箱操作 真的派业余球员参加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 本来是会吸引眼球 然后商业价值也特别高的 足球项目 他因为派业余球员参加 他的观赏度大大降低 所以他的商业价值也就大大被削弱了 诚然在体育项目当中 人们会发自内心的赞赏这些弱者的参与 但是真正能被调动情绪 能刻入记忆的还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强行对话 爱慕英雄这是人性啊 在足球比赛改变规则之前 为什么大家伙能被能对什么篮球比赛记忆犹新 因为那是符合人性的 也只有这样的比赛才能吸引赞助商的参与 这一点上世界杯就不会存在 就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说重在参与 然后给弱者一个同情分 让弱者有登台的机会 不会的 能登上世界杯的 那就全是强者 有不少说小国球星的悲剧故事 个人能力很强 但是国家队实力实在太弱 终身无援世界杯 比如什么曼联名宿 吉格斯 威尔士国家队的队员 对吧 那如果是按照就是奥运会那个原则 终在参与的话 吉格斯应该是能比更多无名之位 更值得出现在世界杯舞台呀 那说到底 这个强者胜出 他是可以通过合理的竞赛规则设计的 他是一个规范和制度的产物 最近这些欧洲杯 格鲁吉亚 罗马尼亚 两支渔南球队顺利出现了 人们为他们鼓掌 人们欣赏他们 人们支持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弱 不是因为他们弱 而是因为他们拿出了比其他球队 多出来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一千的拼搏精神 给自己硬是拼出来一个 欧洲杯正赛上竞技的机会 这才是他们最值得被欣赏的地方 而那种被情怀泛化的重在参与 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像白左那样 一种无原则的烂情 这种烂情并不符合商业化的规则 另外就是现在的这些奥运会 其实与其说是算经济上 更多的还是要算一个政治上 比如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 他投入的成本极高 投入成本巨大 但是他成了一次 他成为一次韩国国家形象重塑的大好机会 韩国也借着这一次汉城奥运会 他在后来在政治活动当中实现了民主化 那08年北京奥运会 这更不用说了 那时候真的是北京欢迎你啊 感觉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朋友 外国人以一种全新的热情友好的目光 包容的心态去审视中国 这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国度 日本呢 为了表示友好 日本的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入场式的时候 举着两面旗 一个中国国旗 一个日本国旗 那个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全程都看完了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啊 然而更多的时候 奥运会是在欧洲美洲这些成熟的国家经济体当中举办 那他们政治上已经很强大了 他们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他们他们已经在社会 已经在国际社会上证明了自己的形象了 所以他们不用算这种政治账 重点就要算经济账 那如果从经济账的角度考虑的话 你会发现奥运会很多制度设计的是 很值得商榷的 很有争议的啊 比如你看啊 单一的体育项目 足球世界杯 它都是在一个国家多个城市去举办 而奥运会呢 除了个别的项目 一般啊 除这个别项目也就是比如涉及到在海边的啊 这种海边的什么那个皮划艇赛艇 这会在海边举办 什么青岛奥番中心 而另外呢 足球赛啊 沈阳有天津有啊 那其他的项目呢 都是在那一个城市都是在北京举办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世界杯巨大的影响力和规模 在一个城市举办 这是不现实的 且不说这体育场的数量 更重要的是亿万球迷涌入啊 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城市都无法接受 这也是世界杯生生不息的原因啊 除了电视转播权 除了赞助商的费用 还有大批入境者吃喝拉撒这种消费 带来的旅游收入 这会让全世界各地的旅游胜利都相形见出 但是奥运会呢 奥运会不一样啊 奥运会除了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关在奥运村里啊 然后还要发数以万计的避孕套啊 来缓解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的压力 08年奥运会的时候 那个小罗不就是和两个瑞典的球员约了吗 啊 那 呃 其他你说世界上其他的观众 究竟会有多少愿意为一届奥运会 然后去趋之若鹜 去长途跋涉呢 啊 如果有的话 那么之前任何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 他早就该出现什么交通瘫痪大拥堵的问题了 然而并没有啊 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开奥运会 然后把交通给开瘫痪了 没有吧 啊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奥运会的影响力更多是存在网络上 啊 尤其是存在于电视机里 而不是存在于体育场上 不是存在于现场 他奥运会特别容易受那些传播媒介的影响 那在互联网出现了之后 他早就瓦解了原来电视机这种呃 传播的权威感 人们会更多的选择在互联网上去看比赛 那么在互联网上看比赛和在现场看比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容易走神 容易跳转啊 容易拨回去看原来那个细节 或者是容易快进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奥运会的衰落似乎是不可以呃似乎是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不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的话 那么呃像1984年那样 那奥运会出现一个大逆转的奇迹 未来可能是很难再去出现了 好了啊 那关于这个奥运会没以前火啊 奥运会没有世界杯好看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